我的天哪 你知道这种超辣火鸡面吗 有个小伙子 在这种火鸡面里 发现了一碗超迷你的梦婆汤 据说到了午夜12点 碗里就会溢出汤来 喝了它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金生 真的太诡异了 火鸡面里进来有第一梦婆汤 在我一天12点的时候 它真的都化成水呢 要是晚上就喝了 我能看见自己的前世金生 这会有这么生机吗 这火鸡面通知里不就有卖的吗 怎么不买起来 我来试一试 走这个视频通常火鸡面 给你们买来啦 你看这包装黑漆漆的 做这包肯定不乱 咱们先来试肥的 那里面都没有梦婆汤 找面面 什么头有发面面 它还没有那么厉害啊 不可以 就好了仔细找一下 把两包拿出来 哦 没了 这包里面没有梦婆汤 这好我已经要做了 再来把这一袋给煮了吧 上锅 加水 煮好了 下面条 面煮好了 出锅了 再来点灵魂酱汁 撒上海苔和芝麻 拌一拌 这也太香了吧 闻得我都能空水了 那我来帮大家捡尝一下 这太好吃了 这吃饭 有点太辣了 我买了 吃饭了 对不起 你还吃什么这么香 火鸡面 不好意思 这碗我已经吃完了 那不还有这么多吗 这可是我用来寻宝的 那你这寻什么宝呀 我看网坡的视频说 火鸡面里面有梦婆汤 那梦婆汤是什么 又是出锅了 就没碰到看你的潜水精神 那是我帮你找一些梦婆汤了 都没得外流下来了 你这哪里有什么梦婆汤呀 这是什么 王八 这不就是个王八汤吗 这跟梦婆汤又有什么关系 不过这看起来好像是真的王八 小伙伴们 你们这会这么小的王八吗 你怎么吃起来了呀 梦婆汤呢 梦婆汤没吃到 吃到个王八汤 还有这么小的王八 这个面跟真好吃 看起来不靠我自己 剩下的 还是我自己来出吧 我吃 吃了面就是漂亮 你还王八汤都没有 下一包继续 嘿 先把面拆了不来 在这里有个东西呀 让我来冲什么 这个 是 面包 刚冲完王八汤 怎么连火锅都完了 这么连续的东西都能够出的 怎么又吃不到梦婆汤呢 上了上了 然后还有两包呢 再加关系 这包里面有个硬的东西 这面走不好吃梦婆汤 再开 嘿嘿嘿 这边好像看见了 乌鸣板 这个是温馨 麦婆汤 为什么你不是温馨人 是不是温馨我得吃不到吧 哎 不如这碗汤咋这么结实吧 怎么倒就吃不来 看起来李盈盈的 是没有点梦婆的味道吧 能令人 突然喝一个酸味呢 那你不了吧 居然还真是有梦婆汤呢 现在请你把汤烧给 这边两个东西 那边两个小时候再见 魁魁这个笨蛋 还在等什么杀点呢 你连我都 他都已经睡着了 这个梦婆汤 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读下吗 没意思 你们看 那里面的固体 它已经变成液体了 让我来替生饭了 干了这杯 怎么喝完 都要带鱼了 我好像 看见了一个人 他快去潮原 他快去潮原 他怎么死 我的脸 我的天呐 你知道这种蜜蜂盲盒吗 据说 里面有各种蜜蜂的卵 还有几率能孵化出胖敦敦的熊风 这种熊风毛茸茸的非常可爱 自己孵化出来的 不会怕人还会认主人 真的太神奇了 哇 我真可爱的小蜜蜂 我真的能孵化出蜜蜂 好想吹一吹 我说话说 这种蜜蜂居然还能自己孵化 而且现在还是夏天 外面的窝土可高 这几率真的能孵化出蜜蜂吗 为了离开究竟 决定下单位回来试试 老子们 吃一款蜜蜂盲盒 给你们找来了 和视频里一样 都是一小盒一小盒的 不过 这个真的能孵化蜜蜂吗 什么蜜蜂啊 这有什么好玩意啊 你们哪哪都有你们两个呀 小盒小盒的是什么呀 这两个是我买的蜜蜂盲盒 听说里面的酥脉 跟那个胖肚肚毛茸的小蜜蜂 而且自己孵化下来的小蜜蜂 你们认主人哦 吃多好的事情 那给我来一盒吧 那我也要早一盒 你们赶紧开开来看看 里面的蜜蜂盆是什么样子啊 蜜蜂宝宝 来看一下让它简介 哇 材料是蜜蜂虹暖 看来这里面真正如小蜜蜂那么暖 说明上面写着 在常温下 你到7天蜜蜂就可以孵出来了 用发粉或者白糖喂食 10天之后 他们将陆续缠了8枚 不是有想要让蜂蜂马上出生 可以用剪刀都侧面剪开 剪开也太加热了吧 还是让他们自己出话吧 我们可以打开 咦 是一个好小的盒子 上面还有几个突起筒 这蜜蜂蜂蜂已经打出来了 看这好恐怖啊 他敢一动不动的 啊 不是啦 他已经可屁了 这一元是他的暖 他在暖里去前踏出来了 怪的小蜂蜂蜂蜂蜂蜂 赶起来看看我的这盒蜂蜂 怎么样了吧 哎呦我了 希望我的蜜蜂宝帮没事了 赶紧晒开 嗯 是不是外出的盒子 拿出来看一看 滚开 哇 天呐 我的蜜蜂宝帮也要BBQ了 不完了 不感觉我的蜜蜂蜂也是够起了吗 嗨 出不出来 呃 是个红色的小鸽蜂 赶紧来打个盒子 啊 果然啊 他也死了 那我怎么都提前步伐出来了呀 难道是因为跳起太绕了吗 那顺便了在这里面 该不会跳起球伐还回来了吧 你怎么喝也太残忍了吧 赶紧赶紧了 都打开看一看 啊 这就掉了 这只也死掉了 啊 看谁也是啊 完了 我已经有不好的预感了 赶紧有这些盲蜂蜂里的蜜蜂宝宝天赶了吧 竟然还有个空盒子 我卖一下也太坑了吧 诶 诶 小伙伙伴们 你们看看 这一盲蜂没有复化出来的蜜蜂 不知道这个小蜜蜂在里面是不是活着的 咱们继续再找找 这有没有没有复化出来的蜜 诶 又找到了一棵完全根本 哦 这一棵蜂好大啊 而且也没有复化出来 又是公盒子 小伙伴们 我们全部检查完了 这所有的蜂盒 咱们全部给它盛开了 对小哥 差不多的蜜蜂 全部除掉了 只有这三个 是不是有被捧化出来的 以后大家还是不要买这种蜜蜂蜂蜂了 不然就太残忍了 说不定这个小蜜蜂 会先被你途中提前画出来 咱们就怎么活活憋死了 不过现在就是 咱们还是发现了三个玩法无损的 接下来就要扣我们三个进行照顾了 咱们一定要让它全部画出来 这种小蜂子 实在是太小 太不适合蜜蜂蜂蜂蜂蜂蜂了 不得让它们住得更舒服了 我们今天要把你都换出了蜜蜂蜂蜂蜂蜂的盒子 除了之外 我们还给它们准备了超级美味的花粉 等它们放出来以后 就不用担心凉水问题了 暗暖放置在盒子内 盖起来 在侧面呢 给它们放上清香的糖水 接下来是冰时间呢 它们就有水河了 为了咱们只灯光叉晓引起它们的冰孔 我们用纸盒子把它给盖住 接下来呢 咱们有最新的礼拜 虽然画出来的冰孔 画出来咱们再见啦 期待一下吧 两个月后 这几天咱们找不到嗡嗡的声音啊 我也听到啊 我早就听到啊 这不是啊 射击咱们疏蜂蜂蜂的盒子 把它放在这一个多月 差点都忘了 难道这嗡嗡的声音是吗 你画出来了 明明来看见 不会的 真的疏蜂蜂出来了 真的跟视频里一样 猫猫了 看这大地图多酸啊 嗓子真的超猛啊 哎呦他们真的没认识我们呢 我们又看到他们出声 他们应该不认识我们吧 我们在养一代之间 就会有感情了 快看 这一只正在找糖水喝呢 在嘴巴上的小气管 现在告诉什么呢 这一只不知道在想啥 好像有点阴梦啊 可不可以吗 只复画出来了两只 还有一只没复画出来了 都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这一只应该再有复画不出来了吧 真的刚才不明显了吗